今天要来对ChatGPT下战帖 到底是真人家教比较强 还是ChatGPT比较猛呢? 这集就来无情评比 不用讲这个礼拜好吗? 之前我们曾经用一集聊过 如何利用ChatGPT这个AI软体来写住备单字 哇,真的是很好用的神奇工具哦 不过这集我们要立刻翻脸不认人 我们要对ChatGPT下新的战帖 像很多人都会怕工作被AI取代 像是前几个月我去吃一间叫做 续集的日式吃到饱餐厅 里面只有机器人会跑来跑去 帮忙收脏盘子 如果有人挡到他的路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出声音说 您挡到我的路了 虽然有点可爱 但光是这个机器人 可能就能取代掉 好几个真人服务生的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 AI能不能取代真人 成为你的英文家教呢? 今天这集就要来为你解答 真人家教有一些好处 像真人老师有温度 不是指身体的温度 是指比较懂学生的心情 和学习的需求 有问题可以直接沟通 另外有真人盯着 学习的时候 也比较不敢偷懒 最后如果老师长相是你的菜 上课也会比较spark joy 这些是只有真人家教 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过真人家教也是有缺点的 比如说有些讲解过的问题 你可能就会觉得 不好意思重复再问 或者因为老师也有自己的事要忙嘛 所以你不能随时有问题 就立刻call out返老师 而且真人家教很花钱耶 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 脑袋很充实 荷包很空虚 最后因为老师是人类 所以会有人际互动的问题 老师可能他自己累 心情不好 或是备课不用心 这些问题 比如说Leo 说他以前家教的时候呢 学生都会一直如他要看电视 刚开始他就会努力地劝阻学生 好心地相劝 但Leo又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人 所以学生呢 一直讲不听之后呢 他就放弃再劝下去了 最后只要很无奈地跟他一起 一边吃零食 一边跟学生一起看 美少女战士 然后用电视上出现的东西 很自然地偷渡一些单字 让学生不知不觉中学到英文 总之呢 真人家教有好处 可是不是完美的 如果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对你来说很伤 伤到会把你的英文能力卡住 卡到调回国中毕业的程度 这样就太惨了 既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我们能不能够摆脱 真人家教的问题 运用AI科技 自己在家把英文学好呢 这集就要从听说读写 四个面向 来比较ChatGPT 还有真人家教 看看AI 适不适合当你的英文家教 Let's get started 现在来进入正题 首先第一个对战类台是 英文听力 真人家教可能会有口音的问题 或者有些字 明明念错发音 老师却完全没有自觉 但另一方面 ChatGPT根本没办法说话 也没有办法播影片 或念故事给你听 所以在听力练习方面 真人家教可以说是 不战而胜 不过虽然ChatGPT 不能直接播放内容 但是你可以跟他索取 英听素材 像我就请ChatGPT 推荐几个适合入门学生的 英听素材之后呢 他就建议了一些 蛮经典的素材 像是六人型 Friends BBC Learning English 或是冰狗的 听新闻学英文 Podcast 嗯? 好啦 这个是自肥这样去的 但是ChatGPT 推荐了一个 我自己也没有听过 而且很多台湾学生 大概也没听过的素材 我听了之后觉得蛮不错的 推荐给你们 那就是CNN10 好是专门给学生或青少年 听的新闻 用的单字跟句子呢 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而且是新闻故事的时候 也不会讲到太深入 很适合喜欢听英文新闻 认识世界的人哦 好 所以在音听部分 ChatGPT 只能够提供音听素材 不像真人家教 可以播东西 也可以直接讲英文给你听 所以在英文听力的部分 真人家教是获设 接下来第二个对战类台 是口说 真人家教可以听你说英文 陪你练习对话 也会及时纠正你的发音跟语调 那ChatGPT 目前只能够用打字的方式沟通 像笔友一样 还没有语音输入 跟语音输出的功能 所以他没办法听你说话 也没有办法纠正你的口说问题 所以在口说方面 真人家教再次拿下以上 不过虽然ChatGPT 没有办法帮你纠正发音 或是说话聊天 但他不是完全没办法 帮你练习口说哦 我自己这几天研究了之后 发现了一个可以用ChatGPT 练口说的方法 那就是 逐字稿 首先你把你自己说英文的内容 录音下来 然后自言自语一下 接着用手机上的免费APP 或是网路上的软体 把录音档自动转换成逐字稿 最后呢 把逐字稿丢到ChatGPT 请他提供修正的建议 这样一来 就可以利用AI提升你的英文句子 让你开口说出正确自然的英文 那这招的好处是 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跟别人练英文 你就可以自己在家自己练口说 而且跟真人家教不同的是 AI没在怕惹你生气的啦 他只要有错呢 就非常直接全部纠正 而且不会浪费时间说客套话 如果你吃这套的话 AI家教还不错 举例来说 美国演员Jennifer Coolidge 在得到金球奖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 I just want you all to know that I have such big dreams and expectations as a younger person but what happened is they get sort of fizzled by life and whatever 当时因为他上台的时候很激动 这句英文其实是有点零零落落的 文法也不是完全标准的哦 那丢给ChatGPT之后呢 他立刻就给了我一个 修改后的建议版本 I just want you all to know that when I was younger I had big dreams and high expectations but they got sort of dampened by life and its challenges 那你刚可以听到 ChatGPT修改之后 除了具够不再破碎的 绕来绕去之外呢 原本的文法错误也被修正了 所以只要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透过ChatGPT 不断地调整你自己的口说习惯 像是练习英文演讲 或是面试的时候 都非常的实用 所以想要ChatGPT练口说 也不是完全不行的耶 第三个对战类台 是英文阅读 这人家家可能会叫你写 无聊的阅读测验题目 也可能会上网找文章 来给你读 可是要比上网找东西 人类怎么可能 赢得过AI啊 比如说当我请ChatGPT 推荐简单的英语阅读素材 recommend easy English reading materials 他就推荐我一些 简单的小说 比如说夏绿地的网 Charlotte's Web 给小朋友读的 国家地理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Kids 还有史努比漫画 Peanuts 这些都是不错的建议 但ChatGPT真正厉害的 不只是推荐这些素材 他真正厉害的是 他还可以写出 任何你想要读的东西 就点餐就对了 你可以用英文 问ChatGPT各种问题 比如说怎样卸妆 才不会伤到皮肤 或是在学校附近 买房子的好处跟坏处 或是帮我规划纽约 十天的旅游行程 他都可以做到 他都可以写给你 你也可以教ChatGPT 写各种短篇故事给你读 比如说写一篇 关于巨大的机器老虎的 科幻故事 非常具体吧 或者是写一篇 John跟Tony 在军中相遇 然后爱上彼此的 浪漫爱情故事 只要给他一点线索 ChatGPT就可以 可以化身成这个 史蒂芬金啊 JK罗琳啊 金庸或是东野龟吾 写出任何会让你 Spark Joy的内容 另外只要用英文 跟ChatGPT互动 他就会用英文回复你 整个聊天的过程 不就是一直练习 阅读写作阅读写作吗 唯一的小缺点呢是 只要稍微涉及 色情或是暴力呢 ChatGPT就会拒绝回答 比如说如果你问他说 列出五个身材很好的 好莱坞男明星 他就会回答说 我们不应该误化任何人 如果你叫ChatGPT 写一篇关于 Mary爱上每天在公园 打赤波 慢跑的帅哥的爱情故事 他就会说 我不能够回答 涉及情色的内容 I mean Hello 这情节根本是普遍集吧 所以用ChatGPT的时候 是一点点色色都不行 不可以色色 最重要的是 ChatGPT在推荐素材之后 还提醒我 Remember Reading regularly And finding materials That you enjoy Is key to improving Your English reading skills 记得要找到 怦然心动 SparkJoy的读物 然后持续规律阅读 才是增进英文阅读实力的关键 所以在英文阅读部分 我觉得是AI家教 压倒性获胜 你看他还懂SparkJoy Method 最后一个对战类台 是英文写作 真人家教的优势 是可以从学生的写作内容中 去判断说 学生哪里需要加强 比如说学生可能是 文法太弱 单字量不够 或是可能 如果是连小写的P跟Q 都还分不清楚 谁是谁的话 要不同的教学方式 这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真人家教 来对症下药的 给予相对应适合的训练 不过 真人家教的批改效率 就完全比不上ChatGPT了 AI是完全赢过真人家教 因为AI24小时 随时伺候你 短短几秒内 检查完拼字跟文法 而更厉害的是 你还可以把你的英文文章 丢给ChatGPT 这要重新改写 那他就会立刻提供 可能几秒钟之内吧 提供各种新版本 让你有学不完的写作技巧 跟用字的变化可以参考 他还会根据你的需求 提供更具体的指示 比如说 你可以是想要请他 写得比较学术一点 你就说 Rewrite it for academic purposes 那如果你想要加写的口语一点 Rewrite it to make it colloquial 所以ChatGPT都会立刻帮你产出 这些方向的高品质成果 这点是真人家教 在时间效率上 完全比不上的优势 所以在写作练习方面 我会判定AI家教获胜 这场ChatGPT对上人类家教的比赛结果是 打成平手 以目前来看 ChatGPT虽然没有办法陪你完整的练习听力跟口说 可是在阅读跟写作练习方面 ChatGPT已经可以提供大量 而且非常好的学习素材 是很强的工具 另外自己的AI老师 还只有用只限定ChatGPT为代表哦 但是在网路跟手机上 其实已经有推出 不少专门用来练习口说啊 听力的APP 他们可以运用AI来辨识你说的英文 甚至连你的发音啊 语调起伏啊 都提供给你分析跟建议 所以在将来的时代 想要高效率把英文学好 势必要懂得怎么运用ChatGPT 或是其他AI工具 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没有掌握到的学生 学英文的路应该就会落后别人一大劫 那为了实测ChatGPT 这阵子跟AI聊了好多天 抬杠了好几个小时 摸手了之后发现 诶 其实ChatGPT里面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技巧 可以让它变成 你的超级好用的英文学习工具 说真的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 会决定你将来英文是流利的那个 还是支支吾吾的插不上话的那个 所以之后我会再专门为 口说 写作 阅读这些主题 推出各种AI软体的运用特辑给你利用 你们等我 我用力制作新单集 一起SparkJoy学英文 恭喜你 学会了怎么使用ChatGPT学英文 很多观众跟我表示说 希望可以更快提升单字量 那如果你也一样是比较积极上进的 或是有快速进步的需求 可以选择订阅我们的Podcast 听新闻学英文 那里一周更新两集 比较多比较密集啦 希望可以陪你怦然心动学英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See ya 我们下支影片见